是彈弓 所以對摺時不用擔心 會放進去 我不敢說它抬推幅度很高 但是 挺穩固 喂 不跌就偷笑了 這東西很重 即是能夠將傳說巨神 這個超古代文明 用了這個方法去表達出來 我覺得絕對是恰到好處 放心 是這樣的 換句GV第21季 31季第9集 通常說完完全忘記 現在看到 Walkart很努力地幫我安裝地台 我有點害怕難拆 我也害怕 這些我不安裝 今次要介紹的就是 七叉幾夜的吉姆 黃黃 伊亭安 是我個人最喜歡的竹谷龍之大師的作品 在你弄的時候 其實盒這件事 上一集尾的時候跟大家介紹過 好 老年這麼大 這個盒子 什麼叫老年這麼大呢 你看到我站起來 大致上就知道 製造的裝黃 是多麼厲害 我發現這個地台原來可以當槍 這樣玩 補充多一點 這件事我沒有鬥過 也是靠朋友 剛才在這個螢幕後面幫忙砌出來 我想說 其實這個項目 其實我覺得挺有趣 因為我自己一直以來都覺得 傳說巨神其實都是一套經典動畫 但傳說巨神作為主角的機器人 機器人真的很有問題 為甚麼 因為它是一個外星古代文明 遺留下來的機器 第六文明 但那個機器人的感覺 就是三架巴士合在一起 很現代的感覺 很現代巴士 80年代 明明是幾架大嶼山巴士 很四四方方的四個東西 尤其是中間那個 明明是一架十四座 很沒有那種外星文明的感覺 所以我再加上吉武的樣子 沒得好說 他先過高達仙 所以之後是吉武王 機設不是大學員 但同樣是傅野的作品 我記得機設 我一時不出名 因為年紀大 機設那位人兄 就是銀河列峰系列的機設師 他有說過 他說傳說巨神的機設 是沒有自由度的 傅野是差不多畫了 給他 我剛才的傅野畫 很厲害 我不出題 傅野會畫公仔 不是很漂亮 但他有畫 0079有些是他自己畫的 很厲害 因為安然進了廠 是 是 傳說巨神有說過他自己做得 暗示 他說接下來的J9系列 他做得很開心 因為他有自由發揮空間 而他意思是傳說巨神的機設 是沒有發揮空間 所以誰設計了巴士結合的機械人 我不知道 一直以來網上有很多畫師 很多網民都有畫自己版本的傳說巨神 通常都是這種感覺 就是把他變得很外星化 很異世界感覺的機設 今次的竹谷 都是這條線 大家有一種慾望 在網上大家都感覺到 當然沒有人想到會這麼貴 價錢 反而我自己給一點意見 如果說過設計 其實真是可以見到竹谷大師 真是大師 有他自己的個人風格 以及能夠將傳說巨神 這個超古代文明 用了這個方法去表達出來 我覺得絕對是恰到好處 在未正式介紹前 我想先介紹一本說明書 挺厚的 裏面也有竹谷隆之先生的開發秘畫 也有風格的分享 分享等等 其實我覺得對於怎樣探討 有這個傳說巨神的設計 這本書是挺有參考價值的 當然裏面也會說 留意的地方 遺志 這個就不多說了 還有一個小道消息 以我所知 竹谷老師他做這隻圓形的時候 他不是用3D技術 不是用電腦 他是用一種最原始的scrapper 或者用一些模型件來拼 好像華山宏那種做法 或者用自己丟 我記得有人這樣跟我說過 或者要麻煩導演阿迪 我想要逐個逐個逐個 去看 因為這件事 你說他是玩具 不如畫一件藝術品 可動雕像 你會見到其實本身身體 每一個部分 都有不同的圖騰和雕刻 會用一些六角形 類似蜂蜜狀為主 我只是說為主 其實每一些細節位 我不是竹谷老師 但你會見到一些上臂、腿、胸口 我自己覺得 就好像見到以前 又不是一些墨田 又一些報稱外星人 拉進去的圖畫 我覺得 也是說我覺得 應該竹谷老師 用了這方面的參考 將這些佈局 拉進這個傳說巨神身上 成為一種超古代文明的象徵 另外你會見到 其實著色或上色來說 灰色、藍色、暗的金屬紅 都是他的主體 這個顏色也是竹谷老師指定的 其實跟原本的傳說巨神伊迪安 都是類近的 但是重點 就是這些全身佈滿了不同圖騰 或者世民的一些效果 我覺得整件事 我自己最欣賞和最讚嘆的地方 因為其實都有一句 每一個細節位 每一個肩膊 每一個肩膊 你看到他的佈局 和文章 情報量 全部都是 癡癡 是癡癡 所以價錢都相應 是 其實最初說有這件事的時候 我預算一皮 你如果說七叉東西 你給我一個七折 好 你這樣想就行 想的 我只是借回來 好 不如動一下吧 好 多一句 整件事我沒有鬥過 都是我的兄弟 設定好 對不起 可以鬆軟一點 或者逐個 其實他有很多著燈位 有很多著燈位 眼、頭、抱持位 我沒有電 這個 還有這個 前臂 全部 1 2 3 4 5 我沒有數漏 起碼這 上半身全都可以燈 不過 我沒有電 好 介紹完之後 可以動一下 我也想動一下 有師兄說 喜歡三級巴士的設計 多些 所以說 百貨認百 頭的可動性不高 因為它本身 護頸會限制可動性 左右當然沒有問題 好 腰又怎樣 也不少 嘩 你會看到 細節位是全部 做給你 不過如果這麼大隻 整七叉不做 我就會少爆它 會 這個是不是有燈位 這個 這個 這顆 是 是 向前又怎樣 都沒有問題 不過 向後咬的幅度 相對大 你會看到 本身 其實它也是 叫做三節關節 胸口和腰 腰和腰 所以變成 左右 主要是靠腰和腰 這個波裝位去做 因為它本身 這個腰和腰位 是可以的 這個和這個沒有 可以的 可以的 聽到很清脆的 暗聲 不過又沒有難度 不用怕 分體來看看 沒有分體 它的手指也很過癮 好 腰叫做玩完了 我們看看肩甲位 你會看到 我會站在一起玩 你會看到 它也有做到 這個向前拉出 這個關節 不敢說 幅度很大 但也能給你 上臂 正常的上下動 你會看到 這個肩甲位 是可以連帶地拉上去 增加本身這個上臂的幅度 所以你會看到 它的肩甲位 都可以做到 這個90度 在這上 而這個肩甲 這兩個整個 Twin Tower 的肩甲位 你在側臂 就會看到 它的肩甲位 不知能否拍到 它有一個關節的構造 有一個可動關節 拉下來 橫軸主要是靠上臂的橫軸 它是接近對折的 我想說一下 關節位 這些綠色 一粒粒 一條條的橫軸 這個設計 是挺有型的 它沒有敷衍 所有的內構 每一個細節位都和你交叉 內構 是有它機械人的風格 當然這些手肘位 都是和你有細節的挑剋 好了 剛才脫出來的手腕 都是繼續脫出來 對 這個位置 這裡有少許容易脫 它應該是可以脫的 這裏應該是黏死的 不是黏死 它是一個波磅 但你現在脫 是加上灰色的圈 沒錯 所以本身手袖位 不是那麼大 可動又不敢說很大 但手指便可動 對 我想關注這隻手指 這六隻手指 全部都是獨立可動 至於做到甚麼姿勢 基本上甚麼都可以 我不是樹中指 老老實實 這是無名指 結婚戒指 你怎樣戴 就不知道 但這一個 這麼精彩的造型手 真的挺過癮的 有師兄問 那個身體的紅色 有沒有野光效果 應該沒有 沒有 沒有 玩完 手 玩一下 Hip 前 Hip甲 揭起 側面的甲揭起 後面 這裏都可以動到一部分 便可以把屁股的護甲揭起 大致上就是這樣 有甚麼幫助呢 其實本身可以大致上看到 Hip位的設計是怎樣 我要看可動性 我看到膝蓋後面也有連絡 不單止膝蓋 你會看到這個彈弓位 主要是方便你抬腿 可能要低一點 對不起 我看不到 看甚麼 他真的很有那種巨人的感覺 傳說巨神 無論是當年七浩金雲也好 都做到這種手長腳長的巨人的感覺 我不敢說他抬腿的幅度很高 但是 穩陣 不跌 偷笑 因為很重 膝蓋 看你先 忍不住 健神要拜 是 基於設計關係 你會見到膝蓋的連動 亦處理得很好 近距離看一看 其實是很漂亮 很漂亮 是甚麼來的 群膠 是 挺有趣的地方 就是你會見到 小腿 這裡是彈弓的 是彈弓 所以變成對摺的時候 不用擔心 他會洩進去 膝蓋的細節位 都全部跟足 好 哇 拿這件東西 其實真的好過那重 大佬 為甚麼進來 除了近距離看 之外 我忍不住 都要講一講 這隻東西 設計了很久 大家看見 草圖 都看見了幾年 剛才看見那件完成品 我看得最多的留言 是關於這隻 都不像傳說巨神 有人這樣說 哪個不像 不像傳說巨神 或是剛才有師兄 或是分不到看 有很多這些評語 我忍不住 所以進來講一下 其實玩具 當然它是一件玩具 但某種程度上 如果它將它的層次提升到 我覺得它 我剛才都說了 它是一件藝術品 大家如果從欣賞藝術的角度去看 可能要用另一番的看法 當然如果你說 玩玩具的角度去看 當然可以 它真的不像我們看的傳說巨神 顏色都不同 鮮紅色這隻 是偏向金屬紅的 但是我覺得 任何藝術作品 你除了欣賞它的設計 還要欣賞和了解 亦都要清楚那個作者 它本身的背景 我們要看的是 為什麼 竹谷隆之 會設計這東西出來 你要明白這件藝術品 背後這個創作者 它的歷史 或者其他的著作 和這套動畫 這套動畫真棒 死得人多 你才可以了解到 為什麼這件作品 會出現在這個世上 其實我覺得它的角度 和我的想法差不多 我大膽一點 傳說巨神的故事其實是經典的 大家都覺得這個故事 是機閒銅畫的其中一個很經典的故事 但是機設一方面 分體結合的就是滿足當年 滿巨箱的贊助員的需要 但其實那個故事 以那個故事來說 那隻機閒人 需不需要分體結合 其實是未必需要的 完全不需要的 我剛剛所說 那隻機閒人欠缺了外星古代文明的感覺 其實這個設計師 就是想因應故事 就是說如果今時今日 由我 即是由竹谷先生 由一個現代的機閒設計師 純粹因應故事 不要管當年的機閒是怎樣 純粹因應故事 我再設計一個傳說巨神 應該是怎樣的呢 那它的演繹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等於很簡單 譬如你欣賞一幅明畫 譬如畢加索也好 或者梵谷也好 很多人都說 那張畫為什麼值這麼多錢 其實除了那張畫 世上獨一無二之外 其實就是這幅畫的著作 那個畫家背後的故事 所以那幅畫貴 貴在哪裡呢 不是那幅畫 是那幅畫背後的故事 所以你欣賞的時候 你除了要了解那幅畫 怎樣畫 它究竟想表達什麼之外 其實你都要看到 究竟所有東西加加起來 而不是只看那幅畫 等於這個都是 你不可以只看這幅畫 因為它已經去到另一個層次 那裡要用另一個角度去欣賞 如果是 你講回這幅畫 我沒有記錯 有錯請更正 1980年那時是上的 腰斬 沒辦法 原本43集 變成了38還是39集 連大結局都要去戲院看的 變成了 其實當時是否說 不受歡迎 還是發生什麼事 我真的不敢說 但是一套作品 可以讓你 信眾要求 去將這個大結局 分了兩集 兩個劇場版去播 第一個劇場版就是 濃縮第一至38集 還是39集 後來才正正經經 將那四集大結局 陷加鏟地 再給大家看 富野起幸 是嗎 富野起幸 精神病患來說 那段時間是巔峰 好了 差不多了 我們給人 還有一個台座 不過我不敢裝 因為可能很難拆 我怕 老實說 我有一點玩後感 因為我真的剛剛鬥了 這件事 可動性比我想像中好 因為我沒有遇過它是可動的 因為我看了所有姿勢 都是整個個人的 某程度上 我覺得有心機擺 有機會爆到地 因為它本身 特別是上肢的可動性 其實真的不錯 摸一下 也相對實正 這件事這麼大件 其實我印象中 我上沒有金屬 但是整件事比超合金更重 實正的 大家不用擔心 玩的時候 絕對可以放心扭 不好意思 好吧 放心 是這樣的 專頭見